就是學生想說 那我們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例如說 我後來到紐約念研究所 那我們的學校 哥倫比亞大學 他有一個國際宿舍 每一年會辦一個國際像園遊會之類的這樣的一個 International Festival 那每個國家來的留學生就 在那邊展現自己的文化啦什麼 我以前還蠻活躍 可是我那個時候 這個書唸的並不是那麼順利 就覺得我應該要專心一點 不要被這個其他的課外活動干擾 本來沒有打算要幹嘛 但是 這個 中國來的同學就自己跳起來說 不准台灣 設自己的台灣攤 因為台灣是沒有文化的 台灣有文化 也都是中國文化 所以每個國家有什麼蒙古的學生 自己一攤 印度學生自己一個園遊會的一攤 大家各自的美食 他說我們不准 不准設攤 我就覺得說 我本來沒有要設你 這麼一講 我就一定要把他設起來 那就這個召集我們的同學們 大家 這個 一起努力包水餃的 包水餃煮冬瓜湯的啦 然後也跟我們 這個紐約地區的僑胞 大家 這個爭取一些贊助啊 台灣 的一些美食啊 我們就弄了一攤 而且我們內攤比中國內攤還要更大 96年是台灣第一次的民選 總統 我們第一次有權力可以選出我們自己的總統 在1996年以前 我們從來都不能選自己的總統 那那一年呢 台灣第一次總統大選 那當然對岸又不高興了 這有射飛彈啊 那個時候也叫做一個飛彈危機 當然那個時候在美國念書的很多的台灣學生 真的也是看不下去 本來我們 台灣民主在進步 我們社會在進步 我們好不容易 第一次可以用選票選出我們自己的總統 但是面對這樣的壓力 所以我們海外的很多留學生就開始串聯 所以他們就串聯 包含一些跟台灣有關的新聞 我們總統直選的意義 甚至是寫信給 因為我們那時候大家都在美國念書 寫信給美國的國會議員 來爭取他們的關注支持 謝謝